有一隻水晶製成的透明小鳥,漂亮又脆弱,能唱動人的歌。 但平凡的人們看不到它,覺得那是騙術。 世上怎麼會有透明的鳥,又怎麼會唱歌? 鳥兒聽完,鎮翅飛了起來。 越過海洋,翻過群山,一直來到夜空中,成為了星星。 她的光輝異常奪目,足夠照亮所有人。 她允許所有看得見她的人,跟隨光芒穿越夜幕,循著星辰時光海洋。 但於智慧,困於愚昧,她從不抱怨,這是她的命運。 而引導人們看見命運,正是她的意義。